江亭夜月送别二手 其二 王博 乱烟拢毕气 飞跃向南端 继莫离亭眼 江山此夜寒 在王博的《王子安文集》中 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编送别诗 有《别人四首》 《秋江颂别二首》等 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课中颂课之作 与这首诗同题的第一首诗是 江颂八南水 山横塞北云 金亭秋月夜 水溅气离群 两诗和看 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 即颂课之地是巴南 化别之所是金亭 其行之时是秋夜 分手之处是江边 而行人所去之地 则可能是塞北 自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阁 清沈德前在《唐诗别才奇》中 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 但就两诗比较而言 其实以第二首为胜 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气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 写得比较平时浅路 缺乏含蓄身外 一唱三叹的韵味 沈德前也不得不指出 其用意未深 而在写景方面 山横塞北云一句 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 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 水乳交融 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 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 收到景与晴慧的艺术效果 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 应当推第二首 在这诗中 诗人的离情 不是用气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 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 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 环顾离亭 仰望明月 远眺江山 感怀此夜 就身边眼前的景色 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 富有情味的江干月夜图 通篇看来都是写景 而诗人送别后的流连故望之状 凄凉寂寞之情 自然浮现至上 诗一首欲情与景 景中渐情的佳作 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诗的前两句 乱烟烟龙碧气飞跃向南端 以烟龙月仪显示送别后夜色的深沉 后两句 寂寂寂寞梦离亭眼 江山此夜寒 以亭眼夜寒 显示人去后周围的冷寂 这四句诗 分别看来 首句写的是地面景 四句写的是天空景 第三句写的是近处景 末句写的是远方景 看似各自独立的四个画面 而又互相关联 融合为一 黄书灿在唐诗监著中 指出这首诗的寂寞句 跟首句江山句顶次句 这是说 一三两句都是写离亭 而门户深眼之景 是与烟龙碧气之景相照应的 二四两句都是写 从离亭眺望所见 而江山夜寒之景 又是与中天月池之景相吻合的 这是一三两句之间 与二四两句之间的承接关系 其实 一二两句之间 与三四两句之间 也有其内在联系 对月夜景色有体验的读者会知道 地面的烟雾 往往随夜深月转而加浓 当行人未去匆匆化别之际 是无暇远眺周围景色的 只有在行人已去 往往若失之时 才会从凝望中 产生这种江山夜寒之感 宋谢义千秋岁词中的 人散后 一勾心悦天如水聚 所写的感受也与此相似 黄书灿在《唐诗监柱》中 还称赞这首诗 《墨剧中的韩字之庙》 指出 一片离情 据从此字脱出 这个韩字 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 正如近代王国伟 在《人间词话》中所说 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 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 都不可能离开句和偏 而孤立的起作用 这个韩字在本句内 还因此页两字 而注入离情 说明这不是通常 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 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 独有的内心感受 而且 这首诗中 可以粘出的 透露离情的字眼 还不止一个韩字 首句写烟 而曰乱烟 既是形容夜烟弥漫 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 四句写悦 而曰飞悦 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 以暗示诗人 助力凝望时 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 第三句 写离婷眼 而加了寂寞二字 既是写外界的景象 也是写内心的情怀 从整首诗看 诗人就是运用 这样一些字眼 把画面点活 把送别后的 孤寂惆怅之情 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 而这首诗的妙处 更在于 这融化的手法 运用得浑然无际 从而使诗篇 简空灵运界之美 本文作者陈邦炎 朗读白云出秀 明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